新捷运首次在地铁隧道当中举行公共交通紧急应对演习 这场演习有助新捷运验证紧急应对程序 并加强员工的培训 从而更有效地处理紧急状况 地铁列车在昏暗的隧道中突然停摆 工作人员不慌不忙指导参与者如何打开逃生门 让乘客离开车厢 新捷运也首次开放让参与者通过一个六层楼的逃生井 安全地回返地面 紧急应对演习是凌晨时分在滨海市区县保门廊地铁站展开 除了工作人员 大约40名华侨中学的学生也一同参与 新捷运接下来也将展开更多场紧急应对演习 更好的应对紧急情况保障乘客的安全 已决定 感谢观看